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原因是long turn 来看 三大电讯商要进行营运 要做习彩的需求 对于光纳的需求也很大 另外政策层片要推动数据中心 对这类型的光纳需求也很大 第二点是近期的 就是联冲进行光纳习彩 长飞光纤光纳也得到一定数量 今天飙升了4% 也是一个原因 因为它的总标 第三是第一季的业绩也是对版 比市场预期好 当然你的成本其实有一定压力 但你看到其实它也相对上维持到一个 那个毛利 那么多的毛利率 在这个的成本控制方面 其实也做得不错 在一个成本那么大的压力之下 短期来说 是一个有中标的利好的因素 在那个股价走势 其实短期也是一个叫做不错 你看到在近几个月 叫做一个低位整股员 叫做有上升的一个打达上来 今天其实是受到一个中标的消息 那个刺激 升了4%左右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在向上看 可以看到哪个水平 首先 第一个位置看回二三月的这个位置 你再挨近13元这个水平 向下 我觉得不要放太远 如果向下失踪10个半 这些水平 第一个位置 可以考虑要进行止施 当然如果你的防守性强移 即使是放在之前做出来的 Ringe的底部 应该是更加适合的 大概是9.7的水平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了